胎死腹中案例 如果病人热能足够 应该可自行排出 中药也不过是热源罢了 实际案例终于让我等到 一位习惯性流产的妇女 第一次怀孕三个月后 胎儿无心跳 找了当地有名的中医 连续服用中药两个月 才处理完毕 第二次怀孕 也是三个月 胎儿无心跳 妇女心想 中医处理太慢 改找西医 结果虽然很快处理完毕 但半年后 体力还是很虚弱 第三次怀孕 又三个月胎死腹中 2011年12月19日 她来就诊时 胎儿已经没有心跳三个星期了 当时正有一些点滴出血 我分析给她听 只要人体有足够的热能 即可排出不需要的废物 包括粪便 节食 甚至是肿瘤 死胎 现在 有点滴出血 正是身体企图 要排出死胎之兆 查了病人的体质 使极寒之后 我告诉她 要每天尝尝温敷和休息 多吃热的 避免寒凉 并开立处方 柔下 当归30克 穿胸15克 肉桂15克 干姜15克 生腹子9克 以上五味 熬成一碗 一天喝三碗 12月20日 毫无动静 甚至原本的点滴出血也没有了 于是 我就把药量全部加到1.5倍 同样煮法继续服用 12月22日 开始有些许出血 于是 嘱咐同样药量 继续服用 12月23日 排出大量血块 如同月经 连排两天 晚上 腹部疼痛时 急请先生按原始点 立刻缓解疼痛 但一个晚上会反复多次 12月25日 出血开始转少 没有再腹痛 嘱咐相同药量 再服一天后 就开始减成三分之一 如此 一直服到 2012年1月7日左右 出血完全停止 整个疗程 大约只花了不到三个礼拜 更可贵的是 处理期间 病人的体力 一直都保持很好 没有虚弱疲累的感觉 甚至出血减少那天 还外出过圣诞节 回来向我报告后直呼 这次处理的最满意 心得 1.当时我已知 只要热源足够即可 但是为了让病人感觉比较专业 所以我开了五味药 不然我想只要一味热药即可 2.出血转少后 我应该维持同等药量 继续服用 不应减成三分之一 我想这样病人身体的上后处理会更快 会减成三分之一 是我当时含有补移缓的想法一闪而过 罪过 3.我用同等的药 同时去做了公补的相反动作 所以再次印证了张医师的真知灼见 用药无所谓公补 表里 补气 止血 活血等 其实那都是身体自行去处理的 4.经过这次的处理 病人的体力没有耗损过多 观念也慢慢调整 我想他离成功生下孩子的梦想也不远了